要不是亮剑里的网友声 观众们恐怕这辈子都不知道 竟然会有嘴角向下的微笑 王尔上 谁打了你 就他 快 给他俩耳光 让他以后加弹机枪 上 就这销魂的小表情 放到现在分分钟秒杀小鲜肉 亮剑之所以能火到现在 全靠这些名场面在撑着 最著名的还得数有圣月兵 本该是个小透明的配角 却硬是把李云龙的喜 都给一股脑抢了过去 眼瞅李云龙身边有个卧龙 楚云飞也赶紧找来了凤厨 紧接着再遇到山本后 就让这位副官开启了仙人模式 山本 我是你仙人 给你通话话 投降不投降 我文费小嫂 我文费小嫂 我文费不可怕 毕竟有个难 山本就这样在麻痹大意之下 莫名其妙失去了仙人 要不说楚云飞是念过书的 手下副官骂人都这么有水平 反老李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要不是这一对的鲜活的配角 亮剑绝对达不到如今的高度 然而剧组的骚操作远不止如此 副导演亲自扮演的旅长 那可是全程能压着李云龙的男人 你怕什么呀你 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家呢 讲啊 为什么不讲了 戏里戏外都是领导 也就怨不得李云龙一见到旅长 瞬间就粘了 一听说要和黄渤演夫妻 严妮就知道自己要倒霉了 黄渤 我说我跟你演夫妻 我说我知道我要走这样的丑性的反眠 早在电影斗牛拍摄时 由于黄渤在里的装扮实在太丑 导致来世戏的女演员们 冷是跑的一个不留 导演这一下也犯了仇 就在这时黄渤自告愤怨 说自己还有个好朋友在家闲着 不如把他拉来救场 结果一脸迷惑的严妮 就这样被黄渤骗到了剧组 向来迷糊的严妮 还没搞清楚状况 只知道是个戏份不多的女角色 就算再怎么难言也就咬咬牙的事 结果在看见了化完妆的黄渤后 严妮才发现竟然会这么丑 我当时吃饭我饭都吃不下去 严妮将已经到嘴边的脏话 还是咽回了肚子里 想着来都来了 合同都签了能怎么办呢 果然失去了颜值的束缚 严妮彻底放飞了自我 但心里还是记恨着黄渤 竟然把自己拉下水 于是专门找导演加了一场戏 耳瓜子跟不要钱似的 往黄渤脸上就是一顿招呼 真是太离谱了 在金鸡奖最佳男配的提名里 竟然看到了王一博大战李雪剑 一个在评分仅有6.6分的文艺片无名里 演成模特的王一博 另一个是在风神里演技 吊打整个娱乐圈的李雪剑 他俩能同时出现在最佳男配的提名名单里 这本身就让人大为震撼 李雪剑都傻了 自己奋斗一生积攒下来的演技 竟然只是人家王一博 要么是评委昏了头 要么是现在真的流量之上了 本届金鸡奖最大赢家王一博 参演的两部电影都榜上有名 《长空之王》还有无名 均被评为最佳故事片 但没看过电影的先别集 6.5和6.6的评分会给你答案 分数低对于王一博不算大问题 票房号召力才是王道 这年头没人会为了李雪剑 而跑去电影院看流浪地球 但却有无数粉丝为了王一博 直接把文艺片无名的影票 分分钟抢购一空 当然其中不乏有看热闹的观众 在看完无名出来后 总感觉这个电影并不热闹 甚至很多人会说看不懂 但会被充业绩的粉丝们怒怼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么多年乐片能力上升了没有 文艺片很不容易的我知道 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 虽然最后的获奖者仍然是李雪剑 但人家的格局可算是拉满 其实我心里头 特别想把它分成五份 一人一份 这年电影 分付多彩 这年轻人一份